大家好我是白同學 今天為大家示範的這個DIY的主題是什麼呢 就是空力套件的改設 我相信空力套件是大家最喜歡改車的一個部分 因為改起來的話CP值很高 就是美觀嘛 然後就是又不用花很多錢 然後開起來讓你的寶馬更有戰鬥指數 然後這一組的話就是一般的很普遍的改裝啦 水滴型的後視鏡 還有順便買了這一支136的小鴨圍 順便把它上一下新紅色 讓這一台寶馬看起來更有運動感 然後我們在上一集呢 有推出這個DIY烤漆的整個流程 包括調漆那些部分 那個部分的話就是我們一般有銀粉的漆 它就是要兩次噴 一次就是底色 然後一個就是外面的金油 然後我們這一次要示範的就是呢 我所謂都說的素色就是 純黑色、純白色、純紅色 那個素色的部分呢 它就是完全沒有銀粉 所以那一種漆的話 原本它就是裡面就是有內建金油 所以等一下說一次噴就好 這個步驟呢 我們等一下再為大家一一的示範 先這樣囉 走囉 再來第二步驟呢 我們就是要先把表面研磨 因為這個你看 我這個網拍買的前車廚 它就是有銀粉的你看 是不是亮晶晶的 然後我們等一下就是要 把它改成素色的 就像這個 它上面沒有金油 就是只有一層 這種的話就噴完之後就很亮了 然後有的人是習慣再上第二層金油 是覺得沒必要 素色的話就是單色上會比較好 以後你要補漆會比較方便 第三個步驟開始囉 再來我們要進行的這個步驟 就是噴漆最重要的階段 就是研磨 然後一般的話 一般人家就是習慣用800號的 比較快 然後因為磨這個 的時間真的太長了 我發現為什麼叫做水沙子 因為我剛剛加水上去再磨真的 差很多 所以說 就看個人 你如果說 東西不是很多的話 沒有加水沒差 但是你這個水沙子沒有加水 真的磨不動 因為我是想說原本 盡量不要去泡到水 但是沒關係啦 就是我們也是遵守 人家的SOP嘛 對不對 人家就說水沙子就是要加水了 等一下我研磨之後 然後我這個三個都研磨之後 我會跳進 直接跟大家看那個研磨完的樣子 要不然這個磨這個太久 人家說慢工出戲火啦 就台下十年工 台上十分鐘嘛 就好像說 你本身體力很好嘛 但是你碰到重要關頭 也是沒有三秒就被解決了 對不對 對不對 內行人你就知道啦 好啦 然後 我發現這個 研磨之前 這個SOP要先拿起來 要不然等一下再噴的話 是很不方便 但是喔 有 剛剛有碰到一個問題 你看喔 你娘這個 這這麼小的工具 你要怎麼把這個拿過去 對不對 今天去把他 他一種 一種磨把它弄破 我是比較喜歡完整的啦 所以說我是發明這個東西 WD-40 來轉轉 這樣他 擠過去的時候 應該會比較好擠 我們來看一下喔 丟子夾好了 咬 DI我很想說 都不要發出那一種 三字經 你娘結果有夠困難 來對這邊 擠得我們才有刺激 來你看喔 我剛剛那一個已經擠出來了 想說 給大家看一下 你娘這 鏡頭在用哪裏很怕用 欸 哎呀 五指的 開兩指的 喔 這不是在生的小孩 但是很像的 好啦 我們就可以再研磨 第二個 再來我們 這三件都研磨好之後 我們就是 表面要先清潔 再來我們就是要用去蠟劑 把研磨過的地方 我們都把它擦一下 把上面的蠟都把它去掉 還有一些油汙 這樣噴的時候才不會有魚鹽 這一支也是 這一支看起來像五四刀 所以我那個封面就是 想說 拿起來像日本的蠟劑 蠟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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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你打開蠟劑 所以我看 你也是人人在聽到有的 就是要把 這些貼起來 這個 才會噴到去 然後我們是用這個東西 然後 貼的話我們就是 這樣子嘛 就一直貼貼貼貼 繞圈圈貼起來就好了 然後這個 把它捆住 等一下跳進到直接 都包好的樣子 接下來這個是 我們已經把鏡片貼起來之後 等一下就可以準備烤雞了 然後這個線組我們把它貼起來 貼這樣 這個我是連邊邊都貼 邊邊貼起來 這樣噴的時候 拔下來才會都紅色的 再進行下個步驟囉 然後我們貼好之後 要噴漆之前 我會先習慣做一個固定做 讓它放好 要不然你水滴型的 你這個後視鏡你噴的時候 大概也是噴3-5層薄薄的噴嘛 你放下去的時候 你根本沒有地方可以晾乾 所以我就是習慣這樣子 然後下面弄那個螺絲把它固定住 你噴完的時候你就可以這樣子 很方便 然後你在噴的時候你就可以拿 拿這邊嘛 拿紙這邊 順便這樣噴角度什麼角度都可以噴得到 這是我本身研究出來的一個方式 下個動作 接下來我們噴漆之前 也是要準備的東西 這一次是速射 速射就是所謂的 沒有金油的 沒有金油的 你看沒有金油 它本身就很亮了 這次也是去調 就BMW的色號是314 這個不一定每一台車都有誤差 也是用西德 Standos BMW原廠7 然後 鷹哥 鷹哥的 插水 這是性啊 漆水 然後 鷹哥的硬化劑 這個硬化劑 它也是都有分它的硬度 這個好像是 DELICAM 因為我買DELICAM 比較硬 我覺得好像差不多 然後有網友來信說 為什麼我 會用Standos的漆 配這個 那個 西德的 鷹哥的 人家說 有了說 兩種混在一起 會 產生一些 漆塊或怎樣 但是我測試很久的話 是 都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它兩個品質 它都不錯 而且 進口的這個西德 其實它都有抗UV 你噴好之後 大概曝曬個10年 它都OK啦 沒有什麼 顏色也不會跑掉 然後現在 調的話就是我分兩種 這2比1 這個就是2 然後就是1 然後漆水就是混合在用 所以我大概等一下 噴 噴這個 還有那個 那根小鴨尾的話 弄起來 我是覺得大概 應該是 因為你 大概調到這邊嘛 調到這邊 跟這樣混合起來說 漆大概是OK啦 應該是夠 我們開始 進行調漆的動作囉 好 好 好 先 先把它打開 先把它打開 先把它打開之後 這才會記得 不要噴出去 然後 然後 我本身這次噴的東西應該比較多 但是 為了 為了展現功能 DIY精神 我們那個 漆也是要把它弄得很剛好 我們大概以 這個 因為2比1嘛 我大概是 弄到這邊 三分之二這個部分 然後 這個 硬化劑就直接加上去就滿了 這樣就好了 這樣就好了 因為館長的容積比較大 所以 按自己感覺的比例 這個漆多一點 我大概 好 調這樣 我覺得應該這樣就夠了 先把它蓋起來 這個 沒有前期請助理 就是會手忙腳亂 到中間嘛 所以我們這個 我用兩個杯子 我用兩個杯子 大概 到中間 應該是夠佳 這個比例 你就自己去抓 但是 反正就大概2比1 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就是 插水 插水大概就是 增加它溶解而已 我不習慣太多 因為 插水你後來 覺得 太濃 或太濕 就像 你如果說 斜水太高 的時候 要再調調 比較冷 比較沒辦法 就是比較淡 因為 硬化劑你也不能加太多 太多它會裂掉 而且噴起來它會太透明 我們等一下 就是要用我的 DIY技術把它弄好 我現在調這個器 我目前是覺得 好像有點少 但是 沒關係 還是先不夠我們再加就好 因為這個是 兩層噴的 就很 很容易再加漆 然後記得 這個也是要先 清潔用先清好 然後上一集有拍過 清噴漿 調整噴漿那個部分 如果沒有看到的朋友 你自己 往那個DIY烤漆那邊看 我就不做了 然後 裡面的東西先清一清 裡面 好像很辣 好 來 倒下去喔 我覺得應該還好 這個漆漆還好 我的經驗 因為昨天 噴起來應該還好算 算的就是 你還可以去 點那個車身 看哪裡有刮到 就這樣就好了 我們等一下要準備上工了 因為天色也晚了 好 準備噴漆吧 然後這一次噴漆我學聰明了 我先 架個這個 防風的 才不會有 奇奇怪怪東西都飛進來 然後後面 打光 因為現在大概快五點 等一下開始噴了喔 然後 角度把它調好 等一下就在裡面噴 然後先看噴漆 這個是它的 風量 然後這個是它的出漆量 這是它的寬幅 因為那天都調好了 現在噴漆還好 來 3 2 1 GO 也是 薄薄的噴 薄薄的噴 先滴 我們先放好 然後這支是左邊的 左邊的第二次 我們這裡 這個 南村的地方先噴 要不然噴好之後 如果說 沒有看到的話 看起來就會很 討厭 我覺得那個齁 像剛剛在噴你仔細看喔 那個漆啊 好像有點 一塊一塊一塊 有沒有 我等一下會把那個 擦水的比例 再 加一點下去 要不然我覺得這樣在噴好像 霧化現象不是說很好 好 第二層囉 第二層 OK 就我們剛剛第二次的說我們感覺 那霧化的程度不是說很理想 我們再 加一點點下去 這樣在噴的時候會比較 比較快 正常他們 師傅在噴他們 漆水都會弄比較多啦 但是比較多就是比較容易會老皮 好 準備等一下晾乾之後第三層 右邊的第三層 我們也是 裡面要先噴 難噴的角度先噴起來 我也是盡量 把那個 拍的位置 就是讓同學們可以看得到 當然我這個漆面也是要顧好 等一下 為了拍影片 結果 噴起來就失敗了 那就 很像的落鬼了 你看 噴好第三層之後 它那個透明度 就是 比較沒有黑黑的感覺 然後我們也是不要噴太厚 第三層 OK 右邊 右邊第四層 我現在拿遠一點這樣 你才有看到我施工的特色 這個東西把它拿掉 好了 開始囉 一樣 難噴的地方噴起來 噢這個地質想再噴的話 我們踢過的話就是 能很有自信的這樣厚厚的把它噴下去了 這個 顏色就很漂亮啦 嗯不錯 好 等一下再噴一層就好了 這個沒有噴到 我們再加強一下 第四層 OK 好 第五層 最重要一層喔 一氣合成噴槍最好都不要停 希望漆是夠的 來開始 表面 最主要是表面 這個 大概我覺得七塊沒了 要小心 還有另外一隻還沒噴 檢查一下 像在打仗 噢你娘 所以人家說帶了兩個沒有 會害一個就很難看 兩個很怕不夠用 這個部分再加強一下 好 OK了 第五層OK 然後這個也順便好了 你看這個扣很大 就是速度很快 我跟你講 DIY噴漆的時候 就在噴漆的時候最爽 然後你如果說 在前四桌的時候 就覺得很煩 第一層 好 反面了喔 盡量學那個 清貼走壁 這個我覺得 以我感覺大概四層 應該就OK了 第二層OK 好 接下來我們上第五層 最後一層了喔 先看一下機 這樣OK 我們等一下就是把 那個 風量調大一點 最後一次這樣遮蓋裡才夠 好 小耀尾完成了 來 來 都噴第五次 全部三件都噴好之後 我們來看 我們的 這個 你看7 只剩下大概3CC 5CC而已 所以這一次算是成功 等一下我們就是 噴漆洗一洗 然後等空力套件乾了之後 我們就 隔天就可以上了 好 接下來我們 烤漆完 賣心等待兩天之後 漆面終於乾了 你看 這一隻 鮮紅色的武士刀 不啦 小鴨尾 先擺個POSE一下 它很殺 接下來我們 烤漆完 另外一個動作就是 上蠟 先打蠟 然後我們拆下來之後 就可以上車啦 走 介紹我們要進行上蠟的動作 一般他們師傅噴好以後 因為 他們在噴漆那個空間 裡面有很多粉塵 然後 我自己在噴因為少量的話 就沒差 我們先看一下特寫 你看 這個就是一次做的 精油它是內建的 你看多漂亮 對啊 你現在看很滑 膜也很滑 但是很容易沾層 我們就是先 我習慣先上那個 知名品牌的蠟 然後三個全部都上蠟之後 我們在等待的過程當中 不要浪費時間 這個我們要把它拆掉了 我不知道 這個破處 沒有 不是破處啦 我剛剛噴漆完之後 再拆這個很興奮 因為你拆開的時候 就是代表全部完工了 再來 這個地方 髒掉要擦拭的時候 我們也順便拍好了 我就是用這個 山材水蠟 這最會用 以前 DIY的聖品 應該很多都知道 我沒有去廣告 我覺得好用 就真的 我再用 就跟同學分享 還沒有跟他拿到半毛錢 你看這個稍微 我們上了防水蠟之後 你看 滑溜溜的 你看 這麼爽喔 滑溜溜溜 你看 接下來安裝之前 這個 一樣 這個塑膚要先上去 這個怎麼 沖過去 這個 怎麼磨這個 也是一樣 噴一噴 然後 就兩邊 左邊要對好 直接這樣 白龍是用這個角度 沖過去看 原來我這個是沒辦法 但是因為要沖破的東西 剛才來說是很興趣 沖我破 撒上去之後 撒上去之後 我們就可以開始 下個安裝動作 走 後來我們烤漆好之後 我是等兩天 我們現在之後 全部乾了之後 我們這個 撒上去之後 我們現在就可以上車了 走 來接下來 我們車門打開之後 我們來拆這個 這個要拆很小心 很多都不會拆 都拆到壞 用一字錫進去 上面 稍微這樣 撬開 來看一下 這裡 撬開之後 然後呢 它下面還有兩個勾 我們是直接把它 拉起來 直接這樣 往上 拉就好啦 然後它 裡面就現煮勾成這樣 取下來 這有的 很多都不用聽 都把你拆一拆 你知道嗎 這遇到蠻多的 然後後來這個就把它分解 分解 然後 3顆10號的 來 最後一顆 拆下來 應該是這樣就可以拿起來了 好啦 好啦 移除 下個東西在這裡 接下來上車 調個角度 這個 就塞進去嘛 沒有什麼技巧 然後固定住 螺絲在這邊 先 用那個 重要部位頂住它 然後固定一個螺絲 固定好之後 我們就可以到背面去 才不會掉下去 先大概用手轉 不會掉就好了 OK 螺絲都鎖好之後 你就大概再 輕心固定一下 這個不用轉很緊 這裡 防水的這個 圓圓的 撒庫 把它對好 對好之後 就 接上墊 接下來就上這個 勾住 角度 角度我盡量調的 讓同學看得到 這樣高下去 往下壓 之後 進去 好啦 來都接好之後 接下來我們來測試 左邊的 後視線 動作看是否正常 左 右 上 下 好啦 來 你看 我們這次為你DIY 空力套件 改設 你看 上完之後 你的寶馬 是不是更有 戰鬥時速咧 接下來就是 小鴨尾 烤漆施工完成 上車之後 哇 你看 整台車變得 很有戰鬥力 好像讚而已 這個角度我看看 白通學 好像在 捏這個 這個角度 大超半小時 這是白通學會 大家所示範的 這個 空力套件的改設 整個流程 包括 136這個 後視鏡 拆跟裝 這個步驟 希望對大家 各位同學 DIY上面 有些幫助 如果說呢 對白通學DIY系列 有興趣的話 請你幫白通學 訂閱一下 然後 就大概 隨性啦 有猜到什麼東西 就會拍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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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還要看 是的 有種 可以嗎 有種